曾经练续十年 获得老牌名牢生活和饮食杂志Tai Teller的读者 票选为泰国最佳食府的Nara 他们旗下的Api Nara正式进驻香港 餐牌和Nara分别不大 只是在店里面新增酒吧 我们今次就找来曾经吃过曼谷Nara的broker Jessica Jan为我们试菜 为了试出港版到底和泰版有没有出入 她除了选一些香港限定的菜式 都选了一些她在泰国试过的菜式 我觉得这个分别比较大 这个肉比较硬 刚刚我试这个 我觉得这个酱油比较甜 我喜欢 还有这个肉比较柔软 我觉得香港人会喜欢这个多一点 冬蔭功又怎样呢 传统的其实有时间它们是很milky 它们也很milky 或者很肥 或者它们没有那么多味道 这个我觉得是刚刚好 就是有很多海鲜的味道 接着不是很milky 餐厅还有几款香港限定菜 当中包括这款木瓜丝金边粉 用泰国青木瓜丝和甘筍取代金边粉 用甘边粉的酱汁 卖上和甘边粉好似 不过口感就没有了面条的烟韧了 这个味道刚刚好 就很甜 接着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她还特别欣赏这个 可以摆上12款材料的泰式刨冰 但是她对餐厅主打的炸猪肉丸 就感觉一般了 因为她觉得吃起来很不方便 味道也不见得十分特别 她认为整体上 香港版Apinara和总店分别不大 香港版比总店更加吸引